由彰化县政府担任指导单位 建大轮胎公司主办的 建大轮胎杯挂山铁马逍遥游活动 26日在彰化县立体育场热闹展开 县长卓博元与建大轮胎董事长杨盈明 及县府多位一级主管为活动领期揭开序幕 活动吸引两千余位车友共同参与盛事 我们彰化县也是自行车产业的重镇 除了美丽达以外 我们彰化有超过480家以上的民主建业 这个密度是全国第一 同时我们彰化也是自行车队密度最高的地方 今天建大杯挂山逍遥游 规划的路线很精彩 大家可以沿着我们的县道139县 这是我们车友的胜地 大家可以走亲子逍遥游到台湾民俗村折缓 也可以走挑战路线 骑到南投县的凤山寺再折缓 今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相信每一位车友都可以有一个很棒的自行车之旅 卓县长真知卓见 他就觉得虽然很多人就觉得 U-bike这种东西应该在大都市才可以生存 但是他看法不一样 觉得在我们彰化县这种比较乡村的地方 U-bike 还想他出带的价值 果然我们目前在彰化跟园林 已经都设有U-bike 那我自己也去骑过 确实非常非常的丰幸 卓县长表示 U-bike 自从今年5月推出以来 深受国人与彰化相亲喜爱 短短三个月平均周转率就达到8.3转 县府会持续推广 欢迎大家一起来骑单车游彰化 同时此次活动分为亲子组以及挑战组 亲子组的路线为彰化县立体育场前 至台湾民族村往返 全程17公里 非常适合亲子合家骑乘 希望透过有益身心活动的举办和参与 丰富大众的休闲生活 欢迎民众一起投入节能减碳又健康的自行车运动 公益频道张华允 张化采访报道